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陸志浩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說,今個星期都可以說是起事重重 民主黨總統初選,日前以艾奧亞洲的黨團會議揭開序幕 只可惜過程群拉腐脫,由於計票程序發生技術問題 結果遲遲都未能夠揭中 反觀共和黨在艾州舉行的黨團會議 特朗普以狂風掃落葉姿態,擊敗兩名對手 雖說特朗普協連任優勢,競選對手只是賠飽分子 但特朗普得票率達到九成七,支持度不可為不驚人 當然,要數最大的起事,是參議院就總統濫權 以及妨礙國會的兩項罪名進行表決 結果特朗普被判無罪 可以繼續完成餘下的九個月任期 由於參議院由共和黨人掌握過半數 特朗普逃過被彈劾的命運不足為期 唯一令人有一點點意外的是 資深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無視黨的規範 在總統濫權一項罪名上,倒過投了贊成票 但仍以48票贊成,52票反對被否決 前居可鑑,之前共和黨內反對特朗普的國會議員 不是在連任的時候初選失利,就是被迫提早退休 部分更加在黨內無蠟燭之地,宣佈退黨,轉為獨立議員 就以今次彈劾投票來說 據媒體報導,有幾名曾經表示有意轉態的議員 最終都全部歸隊,充其量只是對特朗普提幾句不痛不養的批評 羅姆尼明刀明槍反對特朗普 會不會遭到黨內清洗,令人關注 初步埋單計數,特朗普無疑是今次彈劾的大贏家 正如之前獨立檢察官米勒的通俄調查 未能夠找出證據顯示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私通俄國 特朗普借此機會大肆評擊民主黨政敵大搞獵巫 對總統進行所謂的政治迫害,從而團結黨內的支持者 今次民主黨人搞的彈劾失敗 特朗普更加是借此大肆強調自己的清白之身 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度創出他就任以來的新高 反觀民主黨希望借彈劾案吹票就未見成功 在艾奧亞洲的黨團會議,無論整體投票率 以至是手頭軸的比例,都遠低過對上兩屆 去到這一步,政敵對付特朗普的彈劇 幾乎已經用得七七八八了 無論是通俄,違反選舉法例,涉嫌門稅,性侵女性 做到現在的濫權打擊政敵,特朗普通通都過關 民主黨人眼見選舉臨近,短時間之內很難再找到攻擊議題 預料國會仍然會繼續緊咬烏克蘭醜聞不放 包括傳召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到國會作供 但問題是,你有張能計,他有過長梯 特朗普陣營一直咬定前副總統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 在烏克蘭存在貪腐問題 更有共和黨人指責拜登任職副總統期間 曾經施壓要求烏克蘭當局解僱對亨特任職公司進行調查的檢察官 否則不會發放援助金 現時民主黨總統初選局勢混亂 一度被視為大熱門的拜登聲勢大不如前 一旦被迫在國會為烏克蘭醜聞接受質詢 對他的選情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對於特朗普個人來說 彈劾案可以說是一場勝利 但整場政治鬧劇就讓全世界人看到 原來現任總統利用職權 主動引入外國勢力打擊政敵 竟然可以輕易過關 但正所謂皇帝輪流造明年到我家 今日共和黨籍的總統可以明目張膽 使出禁下三濫的手段 難保明天民主黨人上場 一樣可以召板主玩 當年一位水門事件搞洩聽 而被迫辭職的前總統尼克遜 相信全下有之 相信都會為自己不值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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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